Hello,大家好,我是浩华 我的现在是美国一家OTA护药公司产品经理 我在过去一年里已经大概做十几个Informational Interview 要聚集大家家关于产品经理做什么 如何转发我,如何录制成为产品经理的这些问题 那我觉得至少现在放入圣诞架了 现在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希望可以帮助到温柔的小伙伴们 那今天视频可能会有点长 因为都是干货 所以我会把具体的时间点写在下面 那大家可以直接跳着去看 那我现在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本科就来美国读书了 我读的是USE传媒专业,辅修的传媒设计 那我还做了一个本社联读 所以我的硕士也是在USE读的是Deditor Social Media 我其实读完硕士,今天开始上班了之后 才慢慢发现这个硕士专业 其实是一个特别PM对口的专业 然后毕业之后呢 那我先是在一家比较小的互联网公司做 是Informational Interpret大概都一定会问的问题 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呢完全取决于你的产品 现在在哪个stage 我很enjoy做PM一点 就是其实我每天做的工作都不太一样 但是呢每一次这些工作你都是可以有机可学的 所以就比较适合我中又喜欢体验新鲜事物 但是又比较喜欢那种寻规导 比如说比较有规律的生活的人 但其实我们研究生的第一节课 老师就会教给我们说 产品经理的位置 它其实是三个圈 然后是business,tech和design 那他们三个可能平时没有办法很好的 coordinate或者说沟通 那产品呢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会合点 然后需要我们去三方面都有所了解 然后让他们一起合作起来一起工作起来 那产品呢就是去drive这些不一样的stakeholders 不一样的partners 然后我们一起去deliver这样最后一个产品功能的一个人 那所以我们每天的工作呢就取决于 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产品cycle 那你的现代的产品是在哪个进度 在哪个stage 那你的工作就会不一样 那今天就想来主要讲 讲这样一个产品的cycle是什么样子的 那首先声明这个完全是我自己就是summarize的 所以每个公司可能做它都不一样 然后中国和美国也可能都不一样 或者说我做的每个产品它都会有些些许的差别 那我就是主要来讲一下大致的这样一个产品的cycle 是找什么样子的 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去define 我们的business needs 我们的user needs 以及我们去了解我们的oportunities是什么 那这些呢就是为了帮我们去梳理说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产品 做这个产品有什么好处 以及去定义我们的数据治疗 做完这个产品之后我们需要看怎样的数据 下business needs呢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现在的business model是这样的 我们的revenue的收入的来源只有自己的source 那我们想要开展一个新的收入来源 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 其实上周刚是补了一个subscription的feature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的收入来源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business needs 那user needs呢对我们来讲大多是从数据和user testing两方面去得到的 那从数据上面一些我们的final analysis一些漏斗数据 那告诉我们说在哪一层的用户流失特别大 那就说明在这一层的用户会有所痛点他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那这里就会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定的user needs 那同时我们还会去做一些user research 那通过这些user research我们就可以直观的感受到说用户在使用我们产品过程当中有的一些痛点 哪些需求我们可以去优化或可以去满足的 那最后呢是再发一些别的opterities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去对标别的一些相近的产品 或者说我们会去看说整个行业里面有怎样的动向的一些风口有的一些红利 然后去看我们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 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把我们的产品作为做出一个更好的improvement 那这些是会一些别的一些opterities 那当我们梳理完这些内容之后呢我们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spot writing 然后去做原型图以及跟我们的stakeholders跟我们的tech partner 去做一个alignment 那这个时候呢你有了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产品 那你要告诉大家说你这个产品要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就会跟design一起合作去做这个产品的原型图 然后我们会去产品经理会去写产品文档 写清楚说我们需要有哪些产品的feature 需要有哪些具体的需求 那我们同时会把这些准备好 去跟stakeholder和我们的tech partner去沟通 去看他们有没有哪些concert 对然后主要呢还会去跟我们的tech lead 一起去做一个estimate 去看说我们做这个产品要多长时间 那有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conversation 就是产品经理到自己觉得可能这个只要一个月 但是其实tech那边告诉你estimate可能要三个月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有一个紧急的上限的deadline 我们要一个月做完 那我们将做一个exercise 一起去做一个define我们的mvp是什么 就是minimum viable product 那就是把我们列出来的所有这些需求 我们去做一个筛选 然后去做一个精简 然后去看哪些是可以完成我这一次 产品测试目的的一些需求 那我们还放成mvp里面 那这个基本上是在这第二阶段会去做的事情 那第三阶段呢我们就会要去做一个low fidelity的prototype 那主要是产品经理跟设计师和我们的copyright的一起去合作 去做一个用户可以稍微测试一下去感受一下我们产品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那做完这个之后我们就会给用户去做一个第一步的测试 让他们去感受说这个产品用材大概是什么样的 然后去获得他们的一些反馈 去看这个design这个交付会不会让人觉得很困惑 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会收集这些反馈 那就进入到第四步 那就是我们会去根据这些反馈去最后finalize我们这样一个design 这样一个prototype 然后我们会去定稿我们的设计 定稿我们的文案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些都准备好了之后呢我们就进入第五个阶段 就是我们会把这些都交给我们的开发 去做我们的产品的一个开发 那这段时间呢产品经理就是会跟TAC还有engineer team有一个很精密的合作 那我们会一直跟踪这样子的开发的进度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去做一些 就是当开发会有一些问题啊 或者说我们产品上要做个trade off啊 产品经理需要去做这样一个decision making 那开发在进入尾声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开始进入我们的第六步 就是去做一个AB测试的设置 一般性我做的产品呢都是要去做AB测试 去看我们这个产品效果如何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跟我们的data team 然后去一起合作 然后去说我们已经define了 我们有哪些数据指标需要看 那我们如何去做测试要测试多少的用户 然后要在怎样的量级他才能hit一个significance 然后我们才能说这产品是成功的 或者说我们具体要去看哪些指标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跟他们一起去做这样子的沟通 然后去确定我们产品测试的市场和产品测试的traffic 到底要有多少 那像我们公司呢是有一个很完善的AB测试的后台 所以其实这方面对我来讲都会比较简单 确认好市场确认好我们的slices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setup这个后台 但是在以前的公司并没有这样子的平台 就更多的是跟数据去沟通好 然后数据会需要去做一个dashboard 这样去跟踪这些数据 然后呢当测试也设置好了 然后开发也进入尾声了 那就进入了我们的第八个阶段 那就是去做产品QA 我们那也是会有专门的QA engineer 去帮忙去做一些产品的测试 确保它在各个不一样的browser 各个不一样的device都是可以用的 但是作为产品经理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要去做 人工的这些manual的QA 去确保说这个产品达到了你的预期 达到了你的需求 在做完QA一切都顺利的话 我们就进入了第九步 那就是上线 是一个让人很开心的一个阶段 那就是我们上线这个产品 去进行AB测试 那同时呢我们这个产品 会拿到我们的user research那里 然后去做一个user testing user testing会更直观的感受到说 用户他们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是一个怎样的体验和怎样的反馈 那最后第十步呢 就是我们收集回锁了这些数据 user testing的feedback 我们AB testing的数据 然后根据这些数据 我们去做下一个阶段 产品优化为下一个阶段 产品开发的一个策略 以及方案 所以说它我说它变成一个cycle 那就是因为从第一步到第十步 其实第十步不单单是个结束 还是开始 那就会重复上面所做过的所有事情 能进行下一步的产品的ideration 那差不多这就是产品经理 每天都会感谢什么 以及我们的一个产品cycle 长什么样子 那如果你还要对于产品经理 对于PM的工作有别的问题 或者说对于在中国公司 美国公司 小公司大公司 工作文化差异上面的问题 欢迎留言告诉我 今天这些就是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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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